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好 大家都准备好 聆听今天神的话语吗 今天是10月23日 星期日 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读 来自克雷斯 欧亚 克罗牧 牧师的美子灵修 话语的时机 今天的信息 题为 将你的恩赐用于服事 当教会领袖为你按手聘祷告时 你已经被赋予了事工的特殊恩赐 要把灰尘除去 聘持续使用 提摩太前书 四章 十四节 消息一本 圣经之一 如果你不谨慎地持守神给你的恩赐 你可能会失去它 而你持守恩赐的一种方式 就是去使用它 例如 如果你被赋予了说预言的恩赐 但你没有使用它 一段时间后 你就会变得更难地去彰显这种恩赐 或使用它来造就教会 这让我想起一位亲爱的女士 曾经问我的问题 她说 克里斯牧师 当我重生的时候 我被祝福得到了说预言的恩赐 但我不知道这个恩赐去哪了 我该做什么呢 首先 罗马书是一章二十九节说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照是没有后悔的 这也意味着她没有把他们拿走 所以那位亲爱的女士来说 恩赐一直在她里面 她没有去任何地方 她是那位从这个恩赐上偏离 或者因为没有使用她 而使她处于休眠状态的人 如果你今天也处于类似的情况 你应该做得很简单 回到圣灵的涌流中 并留在其中 首先 确保你在灵里 对神的维生是非常明确的 要完全维生于侍奉主 其次 回到祷告中 预言是把给到你灵里神的话语带出来 但 当你没有在与祂的团聚中时 你的灵就不会得到神的话语 让自己回到与祖的团聚中 你的灵就会被眺望 但 常常方言祷告 这会强化 坚固和激励你的灵 这会使你的灵变得更加的敏锐 然后 学习聘默想神的话语 记住 四圣灵在你的灵里 激发预言 聘请 她是圣经的作者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她会说 她的话语和信息 更容易被你的灵接受 因为你的灵已经变得更敏锐 你就能做到她的话语 她的信息 聘使这些借着预言 可以服侍到你自己 已经神的子民 哈利路亚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赐给我说预言的恩赐 其实现在 我借着圣灵灵受的先知性歧视 被激发和帮助 我宣告 我的生命是为了你的荣耀而有的 我的未来 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 是成功 进步和信胜的 我持续居住在平安 神圣的健康 和你的恩典中 在耶稣的名里 阿门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参考经文 提摩太前书 一章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三十九节 有大书 一章二十节 NPC 提摩太后书 一章六节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祂 为我而死 神又使祂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祂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